好 沒問題 來 今天繼續 好不好 繼續來挑戰 昨天崩潰了一下 但是後來呢 又看到更多觀眾的留言了 他們說的母特貓好像不是覺醒母特貓 好像是一般的母特貓 所以我們就是要像以前打我們 就是那個小貓那樣疊更多的母特貓出來 那種概念 然後直接去 轟巴拉布一波 因為我們昨天用的這個母特貓是覺醒母特貓 那我們用錯了 大錯特錯了 那我們就用這樣子來打一下 那我覺得這一次這個擊退貓真的幹得不錯啦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如果這一次再真的沒有辦法 哲平就要去看別人的影片了 好不好 如果再真的沒辦法哲平就要看一下別人的影片了 就只能這樣子了 好不好 Let's go 走起 我的天啊 來 來來來來 換一個母特貓 好不好 看一下他是不是拯救我們的這個 真正大將軍 我們只要不去打塔應該是 不會那麼早出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那之前先疊多一點母特貓 會不會有機會 我覺得應該是會有喔 來 然後龜殼 欸等一下等一下 出事阿伯 看來這關還是 還是得 還得弄一下欸 天啊 他們可以不要那麼的 誇張嗎 可以不要那麼誇張嗎 很扯欸 這麼強幹嘛阿 好 我們這次疊了這個母特貓 應該是有那麼一點點小機會了吧 我覺得 然後再疊一下小紅帽 然後 小蛋丸 有人跟我講說狼女好像也還不錯啦 只是為什麼我用小蛋丸的原因是因為 小蛋丸這邊上面是有連組的 所以我才會 就是帶小蛋丸這樣子喔 拜託了 就希望這次可以了好不好 我已經沒有任何的 辦法了 好不好 我已經沒有任何的辦法了 這是我最後的這個波紋了 希望這次可以打贏 好不好 我只覺得這個擊退貓貓 這一次真的是打出他的價值了 超猛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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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究竟 二階母特貓有沒有機會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喔天阿 我真的是 傻眼貓咪 交給你了 二階母特貓 可以 這樣的一炸 好像有機會喔 他只要把那個 大眼猴猴們給幹掉 我們就很舒服了好不好 就舒服到爆炸了 快把他們打扣面一點點 拜託了算我求你了 快 撐住 這一炮下去 他們都 不是 不是他們都得死 是我死了 我以為他們都得死 結果不是 是我們先死 好白癡喔 完了x3 完了 看來我們這邊 還是有點問題耶 哈哈哈哈 母特貓 殺一下 炸爆這些猴子 但我覺得這邊 好像不是母特貓不想炸耶 是 全部都被我們那個網球貓貓打飛了是不是 就是 白癡喔 我都打不贏了啦 哇 好 沒事 我這邊還有看到留言說 可以換礦貓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礦貓有沒有機會 用礦貓砸好不好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網球的話 派會直接弄到就是那個 母特貓的攻擊 所以我們這次 先不出網球 我們好好弄母特貓 然後我們就用那個 用隕石貓來砸好不好 用礦石貓來砸 你們跟我講說礦石貓是不用擔心被打的 所以他是可以直接輸出的 但是礦石貓的缺點就是要耗很多錢 因為他會一直滾一直砸 一直滾一直砸好不好 來了 礦貓 拜託你了 我只能求求你了 我傻眼貓咪了 我已經連續打這關卡打好久了耶 這關卡 有料耶 蠻恐怖的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啦好不好 這關真的蠻有料的 開閘開閘 礦貓360 礦貓360 礦貓這邊我應該先留著 等到那個 猴猴跟那個出來的時候我們再開閘 現在存點錢 好緊張喔天哪 我跟你講今天如果再不行的話 我就要去參考別人的影片了好不好 我現在都只有先看大家的留言而已 因為我不想要就是 知道這關到底要怎麼打好不好 我只想要就是 嘗試看看而已 因為我們這邊也是嘗試到後面才發現這個 網球貓究竟有多麼的夸張好不好 很帥耶我覺得 網球貓真的很帥 好我們這邊就是不斷的用我們的礦貓進行攻擊喔 看一下能不能先把這個 大猿猴他們給打死 好這邊炸了一波 母特貓這邊炸的話應該是不錯 這邊的話因為沒有那個 沒有我們就是那個網球貓的這邊的打擊 所以應該是可以 比較輕鬆的炸到猴子們 所以如果要用擊退戰法的話 可能就是要用那個 網球貓 去弄一下 但是 這關如果要用母特貓來打的話 就不適合了 要用母特貓來打的話就是必須 好好的跟他們 來一波男人的對決 哇他們好像快過來了耶 哇母特貓小心一點點 我只希望他們猴子趕快死一死好不好 這猴子真的很煩耶 猴子一炸 怎麼感覺好像沒傷害 猴子怎麼感覺好像沒傷害我的天 礦貓繼續打 拜託了撞起來 有了吧 我們這邊 已經是觀眾給我的留言的黃金組合了 疊了兩隻母特貓 拜託 剛剛炸下去感覺超有感覺的 但實際上有沒有感覺我不知道 我只希望他們快點死一死 我已經不想再看到他們的臉了 好不好 我沒有 I don't I don't want to 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 終於 終於 各位 我們終於打贏了 哇靠 這邊啦 我跟你講 這邊就是母特貓再加小紅帽 然後重點是那個 不能放那個網球那隻 因為網球那隻的話 這幾天雖然表現得很好 但是他會讓那個 母特貓打空喔 這點很重要喔 哇靠 哇天啊 怎麼打的真的是世界累耶 我的天 我終於成功啦各位 感謝各位觀眾的留言 好不好 我們至少還是守住了 沒有去看別人的影片 好險好險 終於終於 我好累喔 我好累喔 天啊 因為我影片是連續錄起來的 你知道嗎 就是我昨天的影片也是剛剛錄的 所以 我好累喔 我經過了幾番波折喔 因為我覺得我卡這關真的卡太久了 不能出太多天了 大家會覺得你根本跟弱智一樣 雖然我本來就是弱智好不好 但是我還是盡可能要 要表現一下自己比較厲害的一面 但是我們盡可能還是選擇原汁原味 就是重建一下 哲平打的所有過程 這樣才會就是 比較有趣一點點 畢竟還是我們自己打出來的喔 但我說真的有時候觀眾推給我的東西啊 不一定就是 那麼的就是可以跟觀眾一樣打得那麼輕鬆啊 因為 你們的能力其實是在哲平之上很多的喔 哇靠這傻小 好啦我大概知道我們要幹嘛了 我們大概也只能 只能紅色敵人走起了 喔好累喔天啊 我已經 消耗了我 超級多天的體力了 哇天啊 但好險我們最終還是打贏了好不好 太感謝大家了 我愛你們好不好 你們真的很棒 啊謝謝你們這個打字推薦的隊伍 我們實際上打起來 其實說真的啦就是 不知道因為每個人玩法不同啊 所以 不見得就是 都可以打得那麼順利 所以大家有時候看哲平這邊的這個影片的攻略喔 如果能夠幫到你們的話 其實我這邊其實也不是攻略啦 就是 看哲平影片這邊能夠幫到你們的話 我也是很開心 因為我的隊伍的話說真的 都是還蠻白癡的 而且 也不一定每次都可以過 那如果你能夠過的話 那就 真的是 真的是 還蠻好運的 哈哈哈哈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也會去看一下我之前打的影片 因為有些關卡要重置嘛對不對 回去看一下我之前打的影片 然後看一下究竟那個 我當初是怎麼打的對不對 然後結果 有時候還蠻容易翻車的 就像我用就是 就是那個隊伍的那個就是 重置隊伍回來打 啊我也是很容易翻車 就是代表我那個隊伍就是極度不穩的 但是我這個人就是力求通關啦好不好 反正我就是今天帶什麼貓咪 只要能夠通關都是好貓咪 所以千千萬萬不要把哲平這邊當攻略頻道 完全不是 你把他當攻略頻道你會死喔 你會看不懂喔 你會覺得殺小喔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如果你有跟哲平一樣等級的貓咪 然後差不多等級 然後都是差不多的level 那你只要跟我帶同樣的 然後跟我一樣隨便亂按 你只要贏的話都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哲平這邊的打法就是貓咪配上去 然後我就開始隨便亂按 然後只要我按的成功可以贏的話 那就完全沒問題了喔 所以哲平這邊的配隊伍的話 基本上會比較 門檻比較低啦 所以大家看到的話基本上 你只要有同樣的貓貓基本上都可以打過 但是真的要就是 那種比較高端的一些攻略 就是會附上多少等級的那些的話 就比較適合大家 因為我這邊的話你只要等級跟我一樣 然後隨便亂帶 我都打贏覺得打贏了 如果我都打不贏的話 沒有沒有 你們都打不贏的話那我覺得打不贏喔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喔 因為我這邊的這個打法就是 毫無可言的這個隨便亂按喔 所以你只要出跟我一樣的隊伍 就直接可以打過去了有沒有看到 像這邊大錘哥哥 摩天師哥哥 然後這個烏龜殼 美魔貓 你就可以輕鬆打完這個海豐美龍院了 好 各位我要去休息了 我快死了 這個呆瓜游泳大會真的卡了我們超級無敵多天 但是哲平真的沒有在跟大家演喔 我真的打了蠻多次的 就是 我那種錄影片的時候打 我私底下沒有嘗試 我打了蠻多次的 那這邊就是感謝各位觀眾留言告訴我 就是小紅帽跟母特貓很重要 但是借記喔 母特貓不是崛起母特貓 我昨天的話基本上也就是我剛剛啦 我就用錯了 所以後來我再去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結果他看到的是二階的母特貓喔 這個差很多好不好 因為母特貓過來的話可以打超多 然後記得你用母特貓的話 就不要帶那個網球拍拍妹妹了好不好 那個網球拍拍妹妹是真的蠻強的 但是可能要用另外一種戰法了喔 好累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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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